参考消息网10月3日报道美媒称,一日公布的来自25个国家的民调数据显示,全球普遍相信中国是一个日益强大的国家,也许中国的经济实力现在可以与美国匹敌。 但大多数人希望美国在全球事务中保持领导地位,但这项民调结果也发现,在接受调查的国家中,人们对现任美国领导人会在全球事务中采取正确行动几乎没有信心。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10月1日报道,这项研究结果,1日由体游研究中心公布,是其正在进行的有关美国在海外公共形象的研究的一部分。 去年公布的有关这一主题的民调结果显示,37个国家对美国总统的信心中位数从奥巴马政府结束时的64%跌至22%,报道着,尽管今年的研究关注的国家少一些,但结果显示特朗普在全球的支持率同样较低。 中位数水平为70%的人说,他们对特朗普在国际事务中采取正确行动没有信心,27%的人说他们有信心,70%的人说,美国没有考虑其他国家的利益,37%的人说,美国在解决重大全球问题方面的行动减少了。 报道着,世界上很多人还认为,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全球大国,即使它尚不是最重要的经济强国。 70%的人说,与十年前相比,中国在世界上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,而只有31%的人对美国持这样的看法。 在相当多的国家,包括加拿大、德国和俄罗斯,中国已经被视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。 然而,美国在中位数上保持微弱优势。 39%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全球头号强国,34%的人认为中国是世界头号强国。 报道着,这项民调结果是皮铁研究中心从5月至8月在全球25个国家,对全国随即出院的915至2521名受访者进行调查后获取的。 资料与后云雾缭绕的黄牙关长城,新华社发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